這個受限區域裏面設立的採養站 已經是今早已經全部 我剛才也行了一次 已經全部設定好了 也知道直至今早直至到現在 大概有120人做了檢測 當然隨著時間和我們的同事 去每一幢大廈都會請他們下來檢測 那裏是會更加多人的 受檢的人士是今天1月23日 午夜之前是要接受檢測的 就是說換句話說 是有全日的時間是可以接受檢測 在51個這些檢測站那裏 在受檢的人士在有檢測結果之前 都是需要留在他的處所裏面 去減少交叉風險的風險 而區裏面其實我們知道 有一間老人院的 所以老人院的院友 其實我們都會有人安排 上去他們那裏幫他們取養 又或者如果他們想留心喉退役的 也都會安排他們可以留心喉退役的樣本 那過去兩個星期 其實已經是有超過2萬名的市民 在油麻地的檢測站進行了檢測的了 那為了徹底去切斷在區裏面的傳播鏈 即使是在有關宣告生效前曾經進行檢測 這次受檢的人士都是需要再進行檢測的 即是說在這個限定的範圍裏面 限定的區域所有人士都是要接受強制檢測 而食衛局也都是會向受限區域內的處所 是發出強制檢測公告 那所以曾經在過去14天 身處這個受限區域內超過2小時的人士 即使在相關的宣告生效的時候 不是在這個受限區域裏面 也都是需要在今天 即是說1月23日午夜之前 去接受強制檢測 那這些人士如果現時是在受限區域以外的話 也都是需要在今天之內 是去全港19間的社區檢測中心 或者是流動採養站去接受免費檢測 當然他們都可以去 例如醫管局的普通科門診 郵局或者是地鐵站那裡 那20個地鐵站去拿一些 深喉退役的樣本包做強制檢測的 那當然明白今次行動 都會為大家帶來不變 剛才徐局長都說了 但是我們都希望藉著今次的行動 可以徹底去截斷社區的傳播鏈 還有最主要是一個比較短的時間 因為我們是今天 是全日的那個檢測站 都會是去到12點 那希望大家都有序地檢測 那當然檢測了之後 如果是有陽性的個案的話 衛生署都會立刻是和醫管局聯繫 是安排他們是去入醫院 是去接受隔離 那如果有密切接觸者的話 也都會安排他們是盡快去到檢疫中心 很忙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